大家好,我叫梁丽萍,我来自世界大学华文教育系的专业。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《嫦娥奔月》的故事。 有传说,很久以前,天上有十个太阳常常破坏人间。 于是后意识下了九个太阳,为人间理了大功。 这可把十个太阳的夫妻,帝君,惹火了。 帝君下了一道命令,不许后意和他的妻子,嫦娥,再回到天上去。 后意不在乎,但是嫦娥可不乐意了。 嫦娥就说,我们本来是天上的圣仙。 现在呢,惩娥地上的人,人过了十几年就老了,再过了十几年就死了。 这可怎么办呢? 嫦娥越想越丧心,整天流着眼泪。 有一天,嫦娥听说,昆仑山的西王母有一种不死药。 人吃了不老,也不会死。 他就叫后意到昆仑山上去,向西王母讨不死药。 昆仑山的射中,环绕着一座脸子一座, 扫着熊熊烈火的大山。 昆仑山的脚下,环绕着一条连最轻的一帮都覆不起来的弱水河。 到处是神崖斗壁,人都揽不住后意,他勇敢地闯过去。 后意终于走进了宫殿,摆见了西王母。 王母就说,你真勇敢,闯过火山,涌过落水,爬过昆仑山顶。 你自来,他不死药的吧? 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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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后意听了这句话,就点点头。 王母拿着一只胡萝卜。 他就说, 这胡萝卜装着两颗不死药, 吃一颗不会老, 吃两颗不会死, 还可以回到天上去。 因为你的猫子的勇气, 现在我把它们送给你。 后意下了西王母, 打着不死药, 下了昆仑山, 回到人间。 到人间的时候, 嫦娥我把不死药逃回来了, 这桩在这胡萝卜里, 正好够, 我们两个人, 一个人吃一颗, 吃了就不会变老了。 嫦娥一听, 多高兴啊, 她干净接过胡萝卜, 揭开杆子, 瞧了瞧, 她就问, 吃了不会变老, 那还会死吗? 后意回答, 吃两颗不禁不会变老, 还可以回到天上了。 你把不死药藏好, 等个好日子, 我们一起吃。 那些天, 嫦娥非常烦恼, 夜里, 返来不去, 睡不着。 她想回到天上去, 又不忍心留下后意一个人。 一天晚上, 后意不在家, 嫦娥偷偷偷把胡萝卜拿出来, 返来不去, 看里面的不死药。 突然, 她把两个不死药吞下了肚子。 吃完不死药, 才一眨眼共府, 嫦娥的身子变得很轻, 很轻, 飘去了窗口, 飘向天宫, 飘啊飘, 很快她就可以回到天上了。 但是, 嫦娥提醒自己, 不行, 我欺骗了后意, 自己吃了不死药, 把她一个人留在人间了。 嫦娥一转身, 朝月亮飞去了。 嫦娥飞到了月宫, 发现这里非常冷清, 只有一只桂花树, 还有一只小白兔, 拿着一个木杵, 一棵不停地在倒要。 嫦娥低着头, 往向人间, 人间的生活多快乐, 种地的种地, 织布的织布, 一家家轻轻热热的多幸福啊, 她更后意, 原本也可以这样。 嫦娥好后悔,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, 她只能常年累月地靠在桂花树上, 听着小白兔倒要的声音。 结束啦, 谢谢。